十定雲海國小22號上午舉辦一年一度的聖誕市集 一早先從星象劇團的精彩表演開始 一個個特級動作看著小朋友目瞪口呆 緊接著就是英語歌曲演唱的演出 可愛的低年級小朋友毫不雀場 搭配著動作超級可愛 贏得了台下家長們的熱烈掌聲 雲海聖誕市集的重頭戲當然就是義賣timeway的登場 各班將準備好的物品全數進出 校長劉士和就表示聖誕市集已經連續舉辦八年 藉由聖誕節感恩歡樂的氛圍 讓小朋友、家長、社區一同來參與 不只是家中二手物品可以義賣 孩子的創作、手作的點心、才能的展現 都可以成為義賣的內容 不只是二手的物品 連他的創作的點心、手作的藝術品 或者是他的畫作都可以 甚至他的才藝表演 都可以做出來展現跟義賣 那就可以從小培養他 就是創新、創造 最後就來創架 那最後這樣的大人、小朋友 家長、社區一起來參與 這樣就是一個循環的經濟 有布爾娃娃、小玩具 還有親手做的果凍等等 各式各樣的物品琳琅滿目 雲海國小的小朋友 更是賣力的當起了攤主 努力銷售手邊的物品 而這一個個的攤位 也都代表著孩子暖暖的心意 雲海國小表示 意賣所得將捐給社福單位 把這份幸福能量化作公益 讓雲海聖誕市集、溫馨又有意義 記者養朋友趙芳琦、時電採訪報導 在這份幸福的公司 都在這份幸福的公司 都在這份幸福的公司 感谢观看